一位狠心的男子 竟然精心挑选了25枚鸡蛋 让他家的老母鸡来孵化 该男子说 我信任你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老母鸡出于母爱 他咯咯了两声 某问题啊 于是便跳了上去 即使我不吃不喝 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老母鸡真的能完成任务吗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 该男子突然给家里的鸡改善了伙食 无论是公鸡 还是母鸡们吃了营养丰富的新饲料 都十分的精神抖擞 结果母鸡们连连高产 下了好多的鸡蛋 该男子十分开心地来捡鸡蛋 你看 他的小篮子已经快装不下去了 然后 他还发现其中有不少的受孕了 不但生小鸡 母鸡生蛋 不但生小鸡 母鸡生蛋 然后就有很多鸡和鸡蛋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发大财 瞬间的灵感 让该男子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计划 按照计划 首先地搭建一个合格的孵化场所 财富郁郁中心 搞定了 高高的边沿 深深的槽 肥水不能往外跑 外观圆滑 色泽鲜艳 个头饱满 灯光扫射检验 就是眼前的这篮子 品质优良的鸡蛋 然后 该男子小心翼翼地 把他们逐一排列组合 每一枚蛋紧紧相依 抱团取暖 现在已经是最大容量 比该男子初期想法小一点 还有七枚蛋 没有安排上 那让他们去执行B计划吧 接着 该男子把他们放置到了一个环境优雅 安静舒适的单间 潮已住好 现在要找一位合格的妈妈来孵化 经过一夜翻来覆去的颠量 该男子决定 还是让年龄最老的来执行 年轻母鸡没有经验 经验少 一不小心就咔嚓了一枚 那么计划就失败了 老母鸡啊 你某问题吧 老母鸡 连头都不太抬 你行开啦 你某阻止我工作呀 记得给我准时 松食松水 谋要比年轻人过来捣乱 该男子耐心地听着吩咐 老母鸡信心满满又汹涌成竹 有票不容 接下来的时间里 该男子每日及时送水 送饭 老母鸡现在不怎么吃喝 她十分地专心致志 几乎一整天半步不离地工作着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成为25个孩子的妈妈了 这是多么的激动啊 三周 21天的时间很快到了 老母鸡果然没有让主人失望 25个宝宝陆续出话成功 现在让我们看看 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该男子用手托她的老宝宝 温馨的场面出现了 25个各种颜色的小宝宝 老妈妈生气了 他一眼就OK了 具体中小个腰感冒晒 懵懂可爱的小鸡宝宝 及时找回了老妈妈温暖的怀抱 该男子忍不住摸摸可爱的小宝宝 心里暗暗偷袭 五年发财 五年发财 一只母鸡 同时孵化25枚鸡蛋 成功了 这里是动物园放假了 下期更精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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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